北韓判處美國公民米勒六年勞動教養,指控他有反北韓敵對行為。 二十多歲的米勒今年四月進入北韓之後撕毀了他的簽證,要求在北韓獲得庇護。 米勒星期日受到短暫審訊,並沒有獲准上訴。 預計北韓很快將審判以遊客身份入境的另一名美國人福爾。 福爾今年五月在當地一個俱樂部留下一本聖經後被捕。 此外,韓裔美國公民裴進浩目前在北韓復十五年徒刑。 北韓指控裴進浩有反北韓敵對行為。